在我坐牢的日子,很多粉絲和朋友很關心我 寫信給我,我很想可以讀出這封信 和這位朋友,這朋友叫眼藥水,很想認識你 希望你可以WhatsApp我,574-3089 希望你可以,無論是私底下之間做個朋友也好 你寫的東西令我很感動,亦是我入面坐牢的一股很大的正能量 這段時間,其實我精神壓力很大,身體也不好 但是你這封信令到注入了滿滿的正能量在我身體上 你說,劉掌先生,阿馬車,我的字很醜,所以叫Google幫我打字,不要見怪 首先,謝謝你閱讀我這封信,希望你在入面歷練期間會有心情看信 苦中作樂,過程中能夠原諒傷去過你的人,抹走仇恨 你要做好自己,然後去影響那些錯的人 畢竟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沒錯,雖然那筆字應該是原筆的筆,不過不要緊 畢竟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是有這個使命 我們知道你的心路歷程來得不易 簡單介紹我自己,我只是一個普通觀眾 我認識很多人,但沒有人認識我,包括劉掌先生 從你接觸YouTube的時候,我兒子90頭已經在看你了 亦是他介紹我,我是一個70後關注你 我的親戚朋友和他們的兒子女兒,包括80後和千禧年後 都是馬車的觀眾,就是這樣 劉馬車就像家人那樣,經常在我們家裡出現 由電腦進化到手機,再進步到電視上網 無論劉馬車當時在哪裏,經歷著甚麼 香港很多人依然重溫馬車的影片 經常聽到別人說,嘩,好怪著劉馬車啊 不知道甚麼時候回來呢 這一點代表劉馬車一直陪著不同階層 不同年紀的人成長 有時遇到憤怒,會想起馬車對現實和社會的理論 不可以深入看劉馬車的笑片 劉馬車已經是觀眾生活的一部分 陪馬車經歷當時情緒的起起一點點 我的親人是反社會人格的 經常都因為脆弱的情緒 十幾歲開始不停循環,無限路 出出入懲教授,修煉到現在五十歲 近年我都半年自由,又回到大善一年 在法律和社會的層面這裏出入受訓身 做得錯事多,是誠信破產 可能得到別人的信心和信任 但是不要緊,因為明白你的人 會無條件陪你走下去,支持下去 唉,真是很廢苦之言 從本人經歷理解,出事之前的那一秒是控制不到 好像夢遊,情緒失控鬼一晚 到出事後才醒眼太遲 原頭做了一件正確的錯事 或者跳制想歪,做危害自身的錯事 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為 你記住,都可以改變你自己人生 之後你自己才能夠為自己負責 我反對你說自己過街老鼠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從小看到你長大 就像看TVB那樣,在吸收你的東西 明不明白 他說,很多一些 他說,你天生很多才華 是一個正義的聖母仔 你長大了,一定要更加成熟 要長大了一斤才能令香港人 讓社會的階層都服你 學懂對自己善良一點 你用自殘的方式去擦存在感 這是對自己非常殘忍的 是折磨自己 更加沒有必要去傷害其他人發洩 最終害回自己 他說 世上所有東西已經畫了一條直線 其實這句話是我說的 以前你不跟著直線走就很麻煩 隨時玩完 世上已經無後悔弱 真的很感動 不忘初心看花開荒得始終代誠 過初心以得志之曉 始終難手衝衝過 好感動 起碼這位朋友仔 很真誠的一封信 怎樣都好過 早前有朋友仔帶我去教會 恩福堂 事後帶我去教會的朋友仔 他跟那些人說 你帶個敢的人回來教會 你帶那些敢的人 原來我就是敢的人 原來所謂的教會 所謂的教友 就是一個這麼虛偽 這麼… 這麼… 這麼不能夠接納其他人的… 這些就是基督徒 難道就是 這些就是基督徒了 大家看看 是啊 帶那些敢的人回來教會 那一次令到我的心很傷 我以後不會再回教會 但我會繼續做義工去派飯 派物資給那些 露宿仔和有需要的人 我亦都好多謝這位朋友仔眼藥水 我們會繼續加油 我們會繼續加油